吃饭 奶奶 我没什么胃口 我就不吃了 行 帅个行吗 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 一定要好好吃饭 程耀呢 不对劲 怎么了 她平时 就像个跟皮虫似的跟着你 这几天一回来就躲到屋里 不吃不喝的 事处反常 必有药 希希 你帮我去打探打探 行 来 没放心 吃饭了 你们先吃吧 我不饿 我都给你端过来了 你放门口就行了 穿衣服了吧 干吗呢 我这 打游戏呢 打什么游戏 新游戏 李奶奶说 你最近不吃不喝的 一回来就窝到屋里了 我这不是新游戏吗 想给她打通关了 工作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这么费情忘事啊 李总监 这都下班的 能不能别提工作了 行吧 不管你了 吃了啊 来 谢谢 好 谢谢 外公 早 咱们没有胃口啊 有什么事吗 说 灵溪 灵溪 华生出事了 外公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她吗 那是华生内部的事 再说了 年轻人受的挫折是好事情 可是 可是跟羽翼的合作案是灵溪总负责的 我怕处理不好 灵溪会被撤职 灵溪 高教授 晓溪这孩子太要强了 她不会开口求您的 您就帮帮她吧 我去上太极课了 外公 这祖孙俩一样僵 所以你的意思是 用魔法打败魔法 既然他们觉得 羽翼的1.0发布会 是华生和羽翼联手作假 那么只要再开一次发布会 把叶剑打拿起来坐镇 那谣言自然不攻而破了 这些大脑未必会烫这档温水 不试试总知道 你能帮我围墙开讯吗 我是为大家好 谢谢 孽子